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诚信力量 钱包公交车里做了24站 终点处完毕规照 也非常幸运吧 这个整个车上也没人捡 少时候给捡到了 一起摇摆 太极上午配洗脑神曲 传统现代混搭或百万点赞 这个视频确实我也没想到会火成这样 微缩景观 小小颗粒拼起故宫彩天塔 审城风景乐高照 把握第一时间 拥有美好一天 这里是梁宁卫视正在为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 我是子涵 各位好 我是行进 今天是2018年5月28号 星期一 农历4月14 这两天可以说一直都是阴雨连绵的 稍微影响了大家过周末的心情 不过也是拜雨水所赐 天气还是很舒服的 所以说不冷也不热 今天是周一了 大家要开始上班了 赶紧咱们联系一下 等候在室外的气象主播小明 看一下今天的天气 小白你好 星期一 子涵早上好 观众朋友们早安 周一了 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好的 现在室外的云层很厚 大块大块的云朵把太阳包裹得圆圆湿湿的 所以我们只能从云朵的细缝当中看到太阳的身影 今天早上是多云的天气 现在室外的温度能够达到17度 虽然比昨天同一个时段上升了2度左右 但是人体感觉偏凉 原因就是因为现在室外已经开始起风了 而且没有明媚的阳光 那今天是本周的第一个工作日 全省的温度都不足30度 最高温度是在21度到25度之间 所以比昨天还是下降了1到5度 所以我听说春天是不太愿意离开我们辽宁 对我们辽宁恋恋不舍的 所以才派出了降雨 大风和降温 那今天全省的温度都在30度以下 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是配合着长裤加上长胸外套这样的装备 那明天早上的最低温度更是低的可怜了 像俯顺地区明天早上的最低温度只有个位数只有9度 而其他城市的最低温度是集中在10度到16度之间的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降雨情况 这次的降雨从周六夜间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 范围越来越大了 今天只有部分城市没有降雨 像大连 锦州 朝阳 葫芦岛地区是多云转晴的天气 而其他城市都会出现雷阵雨的天气 预计这场降雨会一直持续到周三 周三的时候还会有部分城市出现降雨的情况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风力 全省今天是从南风渐渐过渡到北风的 各地风力要比昨天偏大了 今天只有丹东是2到3级的微风 另外像沈阳 安山 辽阳 铁岭和葫芦岛地区的风力 比较适中是3到4级 其他城市的风力全都是集中在4到5级左右的 所以大家今天出门的时候 除了带上雨具之外 还要做好防风的准备了 我们再来看看沈阳的天气 沈阳今天是雷震雨转多云的天气 白天的最高温度比昨天又下降了4度 只有21度了 明天早上的最低温度比今天早上要下降5度 只有10度 另外今天是南风转西风 3到4级入夜之后才会渐渐转为2到3级 话说本周是雷雨加上高温的天气模式 预计周一到周三因为降雨的原因 所以人体感觉还是比较凉爽的 但是到了周四 我省的温度会迅速的攀升 像坐过山车一样 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温度又会达到30度以上了 到了周五周六的时候 我省的最高温度基本上会集中在31度到34度之间 而朝阳的最高温度会有望达到37度 而我们沈阳的最高温度也会朝着35度的高温迈进的 好了 这个时段先说到这儿吧 好的 谢谢小明 我们来看新闻 这段时间我们一直都在关注酒驾HPV疫苗的消息 记者从海南省卫计委得到消息 再过两天 我国内地首针预防公颈癌的酒驾HPV疫苗30号 将在海南博鳌超级医院接种 据了解执行酒驾公颈癌疫苗接种的医院 是博鳌超级医院和牧家医疗中心 三针疫苗的套餐价格为5800元 包括全面体检费和医生服务费等 根据相关规定 可接种疫苗的年龄段为16至26周岁 这个是国家药监局提出来的一个规定 我们作为这个疫苗的这个接种方 严格执行国家的规定 据医院方介绍 想要接种疫苗的人需要提前电话预约 从5月28号开始 医院接受电话预约 5月30号将进行首针接种 目前第一批采购的6000支疫苗 已开始陆续运达海南 同时根据后续市场需求和生产厂家沟通 做好下一步进货准备 此外通过其他途径 已接种疫苗 但没有接种完的 也可以在海南预约继续接种 已经在香港或说在国外 已经注射了一针或者两针了 我们这里还是接受预约 但是有个前提 需要符合这个年龄段的要求 接下来我们就和大伙详细地唠唠 9架HPV疫苗 HPV疫苗是全球首个把癌症作为适应症 列入说明书的疫苗 在9架HPV疫苗批准上市之前 2架疫苗和4架疫苗已经获批上市 目前获准进入中国的疫苗当中 2架疫苗的推荐接种年龄为9到25岁 4架疫苗的推荐接种年龄是20到45岁 此次批准上市9架HPV疫苗 是适用于16到26岁的女性 2架疫苗主要针对于HPV1618 在所有导致宫颈癌的HPV病毒当中 它们占70%左右 4架疫苗除了覆盖HPV1618外 对HPV6和11也可覆盖 HPV6和11是主要可以引起湿油 9架疫苗能覆盖HPV9种病毒 能预防90%导致宫颈癌的HPV病毒 目前我们辽宁省内的4架疫苗 目前是处于缺货的状态 不少疫苗接种中心表示 新一批疫苗到货可能要等到5月下旬 或者是更晚 很多想要接种4架疫苗的人群 只能通过排队预约的方式等待接种 辽宁省疾控中心也表示 9架HPV疫苗短期内不会进入我省 这一说到医学进步 大家一是感兴趣 二是心里头有点莫名的着急 谁家亲人每个头疼脑热呢 就怕漏掉新科技的进步 错过给家人治病的好方法 但是这也给卖假药提供了一个大背景 街头骗老人买药的新闻 大家听过不少 但是随着骗子忽悠的道高一尺 还是让不少老人防不胜防 大连西港公安分局 就打掉了这么一个诈骗团伙 那么这群大忽悠是用什么方法 让老人一步步掉入陷阱的呢 提高警惕 咱还是得看一看 刘大娘今年85岁 不久前她到大菜市买菜 有人上前搭讪 最后在我那个菜市的过道啊 来了一个人 太太过 哎呀她说的 你看你呀老太太 这把后面全是头发 我说是啊 哎呀怎么搞的 我说头发 我说对我掉头发 这名女子50多岁 交谈中很快将话题引到了 刘大娘和老伴的健康上 听闻老两口都有糖尿病 女子话锋一转 说自己是某医院的医生 姓李 知道一种神药 对糖尿病有奇效 此时又有一名女子走了上来 向这位李医生打招呼 交谈中不断求所谓的李医生 再给自己弄点神药 这时一名黑衣女子也过来买神药 见这么多人买药 刘大娘信以为真 李医生说 自己有个同事就在附近 手里有药 可以云一点给大伙 但这药挺贵 每个疗程5900元 刘大娘手头没有这么多现金 此时黑衣女子说话了 她说的 哎我带钱的 那个我交房贷 我交房贷 我钱带多了 我说那你接着我吧 我的二胡八道 我这个人呢 我说他们说 那你给他垫上吧 给他垫上 你呢 回家给他去拿去 就这样 刘大娘用借来的5900元钱 买了所谓的神药 随后带着黑衣女子回家 取了5900元钱给了对方 这之后 刘大娘越想越不对 自己找了一位中医医生 自询得知 刘大娘手里的神药 其实就是黄奇 每斤售价只有50元左右 刘大娘手里的黄奇 还不到一斤 而且黄奇 压根就不治糖尿病 老人随后报了警 画面里出现 这个左侧的这个 矮个的这个 这个大娘呢 是这个本案的被害人 这两个人 然后主要来对这个 老太太进行 这个行骗的行为 然后画面里出现的 这个女性和这个男的 她俩是负责当这个 放手的 就如果有人这个认识 是和这个被害人认识 过来就是劝阻她 她俩就负责把她给引开 或者阻挡一下 画面中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穿黑色大衣的这个 女性啊 也是这个 犯罪嫌人之一 她呢 负责就是 过来给这个 被害人订钱 然后和她一起 回家取钱 这个行为 这包括这个 有五个人 围在这老太太中间 给她围在中间 还有一个 是负责来送药的 因为她说 这个老太太 涉及到要 一会儿要买药嘛 民警通过大量比对 终于发现了 团伙中一名嫌疑人 并依据她乘车时 使用的老年卡 锁定了她的身份 在我们确定 犯罪嫌疑人 王某的身份后 分析研判出 其他五名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随后民警 兵分几路 分别将犯罪嫌疑人 王某斌 白某红 宋某曼 和王某航抓获 到案后 四名犯罪嫌疑人 对合伙卖药 诈骗老人的事 供认不讳 目前 四名犯罪嫌疑人 仍在抓捕中 再来给大伙分享 一个好消息 汤姆斯杯 羽毛球团体锦标赛 昨天下午落下帷幕 在决赛中 中国队三比一 立刻日本队 时隔六年 再次夺得了 汤姆斯杯的冠军 在团体比赛中 第一单打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 中国队派出了陈龙 对阵日本队的 桃田咸斗 可惜 半局赛中 陈龙小手指的 擦伤伤势复发 影响了往前小球手感 0比2败下阵来 中国队0比1落后 压力来到了第一双打 刘成招南山上 两人去年 曾在香港公开赛 输给过对手 不过昨天 中国组合展现了 超强统治力 他们仅耗时39分钟 就以21比10和21比18 横扫对手 为中国队 扳平了比分 每中国队出战 第二单打的 十与其 首局长驱直入 以21比12 先下一城 第二局对手 加强了进攻 一度将比分 打到了17平 不过 石与其 随后大气的 连得4分 将总比分 改写成2比1 本次堂杯 石与其 逐渐显露出了 大将之风 第四场 由中国队 第二双打 李军慧 刘宇晨出战 在17比21 先丢一局的情况下 中国组合 调动状态 调整战术 以21比19 颁平比分 决胜局 打的一场胶着 双方战成了20平 年轻的中国二双 顶住压力 以21比20 率先拿到冠军点 球发得不错 在顶 就这样 中国队以3比1的总比分 战胜了日本队 时隔6年 再次夺得 汤姆斯杯冠军 虽说啊 现在媒体的方式 是多种多样 大家怎么都能获取信息 但是你有多久 没看过一本书了 你有多久 没去过图书馆了呢 书香没办 此生不悔 我们第一时间就举办了 有奖赠书的活动 您只要仔细观看 我们的节目 并且将关键词 发送到第一时间的 微信公众号里 就可以获得抽奖的机会 奖品每天都不一样 但是都是辽宁出版人 为您精挑细选的书籍 所以说 接下来您一定要仔细收看了 答案就在 稍后的节目当中 好 接下来稍事休息 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第一时间稍后关注 诚信力量 钱包公交车里 做了24站 终点处完毕规照 也非常幸运吧 这个整个车上 也没人捡 稍事我给捡到 欢迎回来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脚 这已经成为 司机上路的警示语了 不仅是为他人的安全着想 更是为自己的生命负责 但是在本系呢 却有这么一位出租车司机 开着运营车辆 竟然多次醉酒驾驶 这胆子也忒大了 前几天凌晨 本系交警在北地交通港夜查 不远处开过来一辆出租车 见到交警之后临时又转 交警意识到这车肯定有问题 将他拦停后 示意司机停车接受酒驾检查 司机这一呼气果然有事 经检测体内究竟含量为 112毫克每100毫升 属于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 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 将对驾驶员吊销机动车的驾驶证 依法追求刑事责任 十年内不得重新考取机动车驾驶证 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后 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辆 喝醉了还敢开车 甚至还敢开营运车辆拉乘客 你这胆子也太大了 不过这位司机酒后吐真言了 被交警查到之前 他没少这么干过 经过我们的询问 驾驶员自己坦白交代 说这次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以前他经常没事的时候 都会喝点酒 然后继续驾驶营运机动车 做醉酒司机的乘客 不能光靠幸运眷顾 必须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我在此提醒广大驾驶员 千万不要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包括营运机动车 如果乘客发现出事饮酒的话 应该下车之后 记住出事车摆号 并记住出事车的行驶路线 然后随后拨打交警的热线就可以了 第一时间张磊 程拓 金潇潇报道 看来这位第一哥被吊销驾照 是在所难免了 不过说到了驾照 大家都知道这是分等级的 像我们考取C1和C2驾照的人 就只能开小型车辆 开不了大客车 这是谁都知道的常识 还是在本西 有一位司机来了一个跨越式的发展 拿着与准驾车型不符的驾照 来开客车 他是真不知道呢 还是明知故犯呢 前不久 一天傍晚六点半左右 本西交警在南分区开展整只客车超载行动 本市下班放学的高峰期归家心切 可一辆载有学生的大客车 看见交警却行驶缓慢 面对交警的检查也略显犹豫 发现驾驶员驾驶大型客车 与驾驶证展明的准驾车型不符 对驾驶员处以2000元罚款 并处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 从A2降到了B 交警处罚的这辆车 核定载客人数是29人 属于大型客车 但是司机的原来驾照等级是A2 准驾车型是牵引车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挂车 不能开大型客车 对于上路很多年的老司机 这点常识 他不是不知道 而是另有引擎 去年我们发现同一辆客车 同一驾驶员驾驶大型客车 核定载客29人 实际载客43人 超过核定人数60%以上 对驾驶员处以2000元罚款 并寄满驾驶证12分 驾驶证从A1降到了A2 原来同一辆客车 第一次是因为超原 司机的驾驶证被降了行 只能开牵引车 和不超过20人的中型客车 第二次他拿着中型客车的驾驶证 仍然上路开着大型客车 这下可好 驾驶证再一次被降行 他这回可再也开不了客车了 提醒驾驶员 不要驾驶超原的客车 车辆核定载客人数 必须与实际载客人数相匹配 如果超原 危险系数会大大增加 希望明年交警 不要再因为同一个理由 看见这位老司机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 一个钱包的暖心旅程 假如我问您 您把一个钱包 放到公交车车厢过道的明显处 一个小时后会发生什么呢 您也许会说 那肯定没了呀 但是沈阳市民李先生的一个 装了2300元现金 和很多重要证件的钱包 被遗忘在一辆行驶中的公交车上 一个小时后 这个逛了大半个沈阳城的钱包 竟然又完毕归照的 回到了主人身边 5月20号下午1点 沈阳市民李小亮 乘坐203路公交车 赶往沈阳北站 准备乘火车去仓途 两点前后 李先生来到火车站检票处时 突然发现 自己随身携带的钱包不见了 因为钱包里装有2300元现金 以及身份证银行卡等很多重要证件 李先生顾不得行程 急忙抱着孩子来到北站附近的 203路公交车复站寻找 但车队工作人员告诉他 所有到达副站的车辆都会立刻返程 而203路从北站副站到铁锡区 燕粉街终点站间隔24站 全程下来需要一个小时左右 虽然车队立刻把李先生 遗失钱包的情况 向线路上的所有工作人员做了传达 但李先生还是感觉 钱包不可能找回来了 李先生乘坐的 其实是司机邵志勇驾驶的公交车 他在当天下午3点左右 返回到燕粉街终点站 邵志勇发现 钱包里装了厚厚一搭钱 他立刻把钱包交给了车队领导 下午4点 当车队把钱包完好无损地交给施主时 李先生感到十分惊喜 也非常幸运吧 这个整个车上 也没人捡 少时我给捡到了 我非常感谢 也感谢咱那个203的车队 食金不昧 或者说是欲金不贪 这是咱们大沈阳整体素质提升的效果 同时呢 这也需要我们在公益事业上继续加大投入 巩固这种良好的氛围 和您说个事啊 公益微电影最美的微笑即将拍摄了 电影展现的是辽宁省公益基金会万户扶贫助困公益工程中发生的真实故事 希望能让大家更多的关注贫困家庭 我们扶贫过程中呢 这个家庭是双残 特困家庭 这一对夫妻呀 有一女12岁 上五年级叫于娇 虽然生在这种特困家庭 而且父母也丧失劳动能力 是双残家庭 但是这个孩子呢 依然学习保持前几名 因为他有一个大的一个愿景 他长大了呢 想通过学习呢 走出农村 成为一名医生 以好像他父母这类的人群的病 为了充分还原公益电影主人公的形象 影片采用即时的手法拍摄 制作团队也是请来了电影长城的主创队伍 力争打造一部 有国际化水准的福蚕助困主题作品 这次呢 我也希望我们这个团队 能够把这个最美的微笑 拍成国际化的这种公益电影 能让大家更了解中国 了解中国这种非常励志的这种女孩 电影不分大小 你拍一分钟 你跟拍一个小时 都是完全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的团队呢 会静心的 按照真正的电影的标准 来拍摄一部真正的公益电影 为电影最美的微笑 不仅要展示辽宁省在扶贫 助困工作中的感人事迹 同时要号召更多的人 参与到活动中来 作为我们辽宁省公益基金会 首部公益电影 也是要拍出一部精品 通过镜头把大家爱的传递 传递给每个家庭 每个爱情人士 公益微电影最美的微笑 将于6月1号在辽中开机 预计在暑期将与观众见面 记者李晶亮支言报道 新闻多角度解读另一面 咱们来看新闻 最近黑龙江大学C区澡堂的 崔大爷成为了网红 他开通微博预报澡堂情况 仅一周半的时间 粉丝就突破了6000人 大爷自封为崔堂主 除了更新澡堂的停没停水 开没开业之外 每天还会分享正能量的文字 他说要帮助同学们洗刷灵魂 大学里是卧骨藏龙 你的人生导师未必都在讲台上 也有可能在别的地方 只要在大学里都能遇到 另外只要有一颗年轻的心 年龄从来都不是问题 前几天河南郑州80岁的大爷王清 然为实现自己的心愿 一大早就独自从洛阳坐高铁到郑州 旅游去了 他觉得不管年龄大小 只要有好心情就可以 但是怕孩子担心 还是偷偷跑出来的 还不请地强调 自己四点前一定得到家 要不然就会被孩子发现了 再偷偷跑出来那就难了 家里边有一老 九竹有一小 老爷子还挺顽皮的 但是这件事后告诉家里的孩子 那不就从担心变成后趴了吗 所以出门前后最好还是跟家里人 打一个招呼很有必要 第一批00后已经成发明家了 这虽然有点标题党 但是还是挺励志的 这个小姑娘叫夏欣元 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第二附属中学的高二学生 日前她发明了玉兰美肤树 用白玉兰树皮提取液 做美白面膜 夏欣元说自己从小皮肤有点黑 所以就想试试能不能改变一下 她表示科创不会影响学业 未来还想做抗衰老方面的研究 其实有时候不管70后 80后90后 只要自己什么事 有一种研究研究的心态 就还年轻 但是不管年纪有多小 都放弃了这个心态 什么事都等着来 这就不管多小都很老了 咱们休息一下 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第一时间稍后关注 一起摇摆 太极善武配洗脑神曲 传统现代混搭 获百万点赞 这个视频确实我也没想到会火成这样 第一时间欢迎回来了解省内新闻 走进今天的百秒辽宁 即日起 沈阳行政执法部门联合市场监督 公安交警等部门联合执法 对非法收运 参除垃圾行为进行专项整治 目前沈阳已有2200多家 参除垃圾产生单位 参与统一收运 日级中收运处置量达到170吨左右 大连站大连北站部分列车 运行时刻近日微调 增加到沈阳的高8052 高8055次 高8064 高8063次等 四顿周末列车 逢周五至周日开行 第三届巴图鲁关东越野赛26号 在风景秀丽的本溪关门山 国家森林公园明强开跑 来自全国800多名 越野跑爱好者放手一搏 昨天中午12点 最后一名玩赛选手 在经过30个小时的灭跑之后 成功拿到了象征勇士的奖牌 这是本溪关门山 国家森林公园 第三次成功举办巴图鲁越野赛 巴图鲁源于满鱼 是英雄勇士的意思 这次比赛赛道爬升高达6500米 难度系数属于东北地区第一 北京时间6点58分 我们再次来关注天气情况 有请今天的气象主播小明 早日好 子涵关注天气 最近我省的降雨出境率还挺高的 这主要是因为眼下正有一个高空冷窝 在控制我国东北部地区 而这种低压降水天气系统 移动很慢 经常会给它控制的地方 带来频繁的雷雨和很风凉的天气 那今天的降雨氛围又扩大了 除了大连 锦州 朝阳 葫芦岛地区 是多云转晴之外 其他地区都会出现震雨或雷震雨的天气 那今天全省又开始降温1到5度了 最高温度只有21度到25度之间 而明天早上的最低温度 简直又回归了初春时候的感受了 像俯顺地区只有9度 而其他城市的最低温度 是集中在10度到16度之间的 我们再来关注风力 全省今天是从南风渐渐过渡到北风 丹东地区的风力不大 只有2到3级 而沈阳 安山 辽阳 铁岭 葫芦岛地区的风力 是3到4级 其他城市的风力全都集中在4到5级 所以大家今天出门的时候 一定要做好防风的准备了 接下来进入气象万千 用新记录 我们来看看全省14个城市的气象观察员 昨天捕捉到的美丽的照片 先来看看第一张 这是北漂的气象观察员孔令云 在大黑山拍摄的 北漂大黑山坐落在北漂市区 北部30公里的地方 这里被称作辽西绿岛 怪石林立 寻风尽秀 是国家的4A级景区 清晨的阳光被沉雾遮挡 山风在沉雾里显得更加的挺拔 植被在沉光里显得更加的翠绿 所以就形成了这一幅壮美的风景画 来看下一张 这是本西的气象观察员高广力拍摄的 这两天本西的天气说变就变 在连续两天晴朗无云的状态之下 昨天又是刮风又是下雨的 雨后的山谷呢 总是变幻莫测 云雾缭绕 把清脆的群山装点得如湿如画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水扬的气象观察员 张永乾拍摄的这张生动的照片 昨天清晨 北陵公园荷花湖里有一只小野鸭 跟随鸭妈妈游了一会之后啊 就单独地爬到新生的荷叶上边 开始梳理自己的羽毛了 在晨曦的照耀之下 她显得格外的自信和美丽 来看看今天的最后一张 这是张五的气象观察员 童敏拍摄的 这两天张五的天气 就像小孩的脸说变就变 张五的早上啊 还是风和日丽的 中午呢也是阳光明媚 可是到了晚上 却是乌云密布 暴风骤雨 这真是西云初起 日晨阁 山雨欲来 风满楼啊 那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 水扬具体的天气情况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 水扬是雷震雨 转多云的天气 最高温度只有21度了 比昨天下降了4度 明天早上的最低温度呢 只有10度 比今天早上要下降5度呢 另外西南风转西风 3到4级 转2到3级 现在的湿外温度呢 能够达到17度 相对湿度是74% 平常来我指数是56 空气质量凉 我们来关注未来三天 水扬的天气变化 周三之前呢 水扬的天气特别的清爽 最高温度啊 在23度到25度之间 不过本周的后期 周四到周日的最高温度 简直就是入下的节奏了 周四的最高温度 32度啊 这是起点 周末的35度 才是本轮升温的终点 所以这个周末呢 是晴热晴热的天气 外出4号防晒咯 好了 这个时代先说到这儿 了解全省的天气变化 水扬雷震雨转多云 21度到10度 明天升温2度 大连多云 25度到16度 明天降温1度 爱山雷震雨转多云 24度到14度 明天升温1度 有震雨 辅顺中雨 22度到9度 明天有震雨 本夕雷震雨 22度到10度 明天升温3度 丹东雷震雨 21度到13度 明天升温2度 锦州 阴转晴 25度到14度 明天升温2度 银口雷震雨 转晴 24度到13度 明天降温1度 复兴雷震雨 转多云 23度到10度 明天升温2度 辽阳雷震雨 23度到11度 明天升温2度 铁岭雷震雨 22度到10度 明天有震雨 升温1度 潮阳多云转晴 25度到10度 明天升温2度 今天我省大贵 城市迎来降雨天气 温度下降1到5度 明天降雨持续 最高温度上升1到3度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最新消息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 今天凌晨的1点50分 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发生5.7级地震 震源深度有13000米 震中位于北纬45.27度 东京124.71度 地震发生后吉林省地震局启动三级应急响应 经吉林省地震局了解 震中位于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茅都站阵 松原市宁江区前锅县大安市震感强烈 长春 四平 白城 哈尔滨等地有明显震感 吉林省各级地震局快速派出现场工作队 这次地震短时震感强烈 不少人表示自己是在梦中被摇醒 一些市民在地震后发生陆续来到街道上 松原市区有市民驱车到周边地区避险 松原市也启动了5级以上地震应急预案 逐户排查灾情 经过诸布调查 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 个别房屋出现轻微的裂痕 烟囱掉落 院墙坍塌的现象 当地电力供应正常 部分移动通讯网络连接困难 我们继续再来看新闻 关于儿童安全我们说过了很多次 那今天我们依然要说这个问题 前几天凌晨竟然是又有粗心的家长 将孩子遗忘在高速的服务区 幸亏遇到好心的司机 才没有发生更严重的后果 24号凌晨1点4点分 货车司机王师傅在京台高速南向方村停车区 发现了一名六七岁的小女孩 独自一人在哭 问她什么都不说 周围找了一圈 也没有发现小女孩的家人 叶丽良 王师傅从车上拿来毛毯给小女孩踢上 并将她带到停车区加油站小麦布里 随后报警求助 高速交警随后赶到 耐心询问后 小女孩模糊地说出了一个地名 于是高速交警决定调取监控找寻线索 这时指挥中心接到一位李先生的报警 说自己车上一名小女孩不见了 经过河队 报警人的描述与走失小女孩的情况基本吻合 于是高速交警立即联系李先生 不过此时他已经在50公里外 人跑了 这些什么人 这些什么人 谢谢你 这些什么人 我和他叔叔 他是他爷爷 那你下来的 你睡觉了就下来的不知道 我可这一点也不知道 他一个人悄悄下来的 然后我们跑到那个前面那个渠州 那个服务区去 我们就是上过厕所 这个孩子都不见了 小女孩的爷爷说 小女孩今年六岁 他们一行是从湖北咸宁去温州的 一路上小女孩一直坐在后排 当他们在停车区上厕所时 以为他在后排睡觉 而后排看管的大人也睡着了 所以车上的人都没有发现 他已经下车 直到开了50公里外的渠州服务区 再次停车上厕所时 才发现小女孩不在车上 无论是孩子还是老人 都是需要关照的群体 看见他们有困难 相信大家都会伸出援手 24号中午11点26分左右 江苏省徐州市 70路公交车驾驶员魏欣 将车停靠在市血液中心站点时 发现一位赶车的八旬老人 意外摔倒了 魏欣见状立刻下车 在确认老人并无大碍后 将他抱上了公交车 监控画面显示 5月24号中午11点26分 魏欣驾驶的70路公交车 停靠在市血液中心站 而当乘客有序地上下车时 魏欣通过后视镜注意到 一位正在赶车的八旬老人 意外摔倒 见同行的男士也上了年纪 魏欣做出了一个 令在场所有人都十分感动的举动 魏欣一个最美公主抱 将老人抱上了车 被魏欣的举动感染后 车上的乘客 有的急忙搭把手 有的赶紧腾出座位给老人 眼看着老人到了站 热心的魏欣停好车 又急忙跑到后面 为避免下车时 老人崴上的脚再次受伤 魏欣先持双手 缓缓扶起老人 随后自己一个转身 用自己宽厚温暖的背 驮着老人下了车 上面的神科说实在的也非常好 因为我抱老奶奶上车的时候 上面的神科也主动给老奶奶 让了位子 然后下车的时候 也帮助他们 也帮助我把老奶奶 扶到我身上 也非常感谢这些神科们 楚桥这个名字 看过热播剧 《楚桥传》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不过我们今天要说的是 另外一个楚桥 是咱们沈阳的小伙林楚桥 作为一名高二的学生 林楚桥在今年 被牛津大学预录取 成为了辽宁省今年 唯一一位被牛津大学录取的学生 正在讲台上侃侃而谈的 大男孩就是林楚桥 别看年纪不大 但已经成为家长心目中的小老师 在今年一月份 牛津剑桥发榜时 林楚桥成功被牛津大学录取 17岁的林楚桥 是东北育才高中二年级的学生 其实和很多同龄人一样 每天在语树外的体海中摸索 说到学习经验 楚桥认为给自己设定小目标 是很重要的 他把时间分成不同的任务块 根据资深的学习习惯 制定一套适合自己的时间表 林楚桥告诉我们 除了给自己制定计划外 培养兴趣也很重要 因为父母都是从事教育事业 所以从小 楚桥在前一幕画中 慢慢对学习产生了兴趣 我是挺喜欢学习的 小的时候就把他那些教育材料 都摆在书架上 是我可以够得到的 然后我就平时随便烦一烦 虽然看不太懂 但是我觉得对我影响其实挺大的 对于林楚桥 看过汉字听写大会的观众 也许不会陌生 在省赛中他以满分成绩一举夺魁 在汉庭大会复赛中 过五官斩六将 最终晋级总决赛 弹得一手好琴 下得一手好棋 羽毛球乒乓球 也是他平时减压的方式 在小的时候 我们对他的培养 实际上绕开了文化课 因为我们觉得 这个小学阶段 初中阶段 在性质这块应该广泛的涉猎 所以对于他文化课的培养 我们放在了后面 主要让他体验不同的这种技能 学业功当中 他积累了大量的这种 自我成长的一些快速的方法 把他迁移到正常的学业当中 他的成绩就一直 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有规划 有才华 的确是咱们学习的典范 在现在的年轻人当中 还有很多人也是相当有才 总有一些不寻常的例子 最近呢 有首歌很火 像一颗海藻海藻 随风飘摇 一听这个歌词 身体是不是已经不由自主地摇摆起来了呢 这两天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也因为一段海草舞 在网上爆红了 抖音声的点赞 不多 也就一百来万吧 怎么样 成为网红这件事儿 舞蹈的表演者们表示有点懵圈 这个视频确实我也没想到会火成这样 他们都分享给我 也是很意外 但也很高兴 我看了当时看了也是很激动 我跟我同学说 中家有一个人是我 其实这支太极海藻舞是辽宁对外经贸学院运动会上的压转节目 这不同学们还在加紧来练 波浪的那个地方就是也是大家看起来好像挺容易的我们起起伏伏 但其实每一个人什么时候起什么时候落 那个角度都是一个一个人来调出来的也很难 有一天我们彩排 然后可能有的同学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录下来了之后配的那个海草的音乐 感情这火烂带是后期合成产物 那原版又是啥样呢 和刚才那视频里小达小闹不同 咱这次可是正式表演 一千多号人 来走起 怎么样刚柔并记忆整齐画一 小方说这次的意外做红也给了他们灵感 明年的运动会团体表演 他们也准备融入流行元素 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传统文化 好接下来稍事休息 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第一时间欢迎回来 要说沈阳的城市形象 大家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标志性的建筑 沈阳故宫和彩电塔了 昨天在沈阳中间的一家商场里 全球最年轻的乐高认证拼器大师蒋盛辉 就用乐高拼出了最具代表性的沈城景观 红墙金瓦柱子上攀附蛟龙 单看建筑 您是否以为这就是沈阳故宫呢 不过这广场上熙熙攘攘的小人 您可能知道 就是标志性的乐高人物 其实这个沈阳故宫 是用乐高玩具拼器而成 模型采用等比例微缩 他的作者就是全球最年轻的 乐高专业认证拼器大师蒋盛辉 这幅作品就是他专门为沈阳创作的 我们在制作的过程中 没法接近这个沈阳故宫 那么只能通过网上 他各个时期的图片 还有修复前修复后的一些颜色 还有一些细节图片 来创作的这个沈阳故宫大政殿的 这个3D模型 所以你可以看到柱子上的龙 我们都是用乐高来努力还原出来的 所以这幅作品我觉得最能代表沈阳的特色 蒋盛辉不仅带来了乐高版沈阳故宫 还带来了沈阳的标志性建筑彩电塔 不同的是这幅作品取名为沈阳天际线 是一幅马赛克画 长5米高2.5米 用了将近20万块零件拼器而成 展现了从高空视角俯瞰西洋临近的 沈阳标志地点景色 是目前中国大陆最大的一幅乐高专业认证 拼器大师的马赛克画作品 为了这个整体的马赛克画的这个巨幅效果 我们在很多细节的过渡上面都使用了多种颜色 而且是很多小的颗粒是一粒一粒按上去的 除了乐高版专门的沈阳景色 这里还展出了乐高版太基灵等建筑作品 乐高小粉丝和爱好者们也组成了一支未来拼器师队伍 合力拼出他们心中的沈阳 小小的乐高颗粒能够通过释放想象力 激发潜能和创造未知的奇迹 同时通过促进小朋友和家长之间的互动玩乐 也能够增加亲子之间的关系的连结 记者王子焦含蓄报道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答题抽奖的环节了 第一时间不仅在温故知心里 说说与书相关的知识 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省优秀出版社的优秀图书 关注辽宁卫视第一时间的微信号 扫一扫二维码就可以了 看完我们的温故知心板块之后呢 回答一个小问题 并且将答案发送到第一时间的微信公众号里 就可以获得抽奖的机会了 奖品呢每天都不一样 而且都是辽宁出版人为您精挑细选的好书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温故知心的板块了 温故知心说谷道今 今天继续和您说说老沈阳 说啊清代那个时候 沈阳呢还叫做圣经 它是东北地区的中心城市 可是口说无凭啊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细说说它的商业格局 通过两个字就可以说很多了 那就是行和市 除了同行和查行 那个时候呢还有纸行和皮行 当时的早市是什么样的呢 那个地方在今天的哪呢 认真听讲的同学就有机会答对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了 有请今天的主讲人童越 今天呢我们说一下老沈阳的行和市 清代的圣经城啊不仅是东北地区的政治中心 同时呢也是最大的商业都市 在这个城里呢既有店铺邻里的四平街 也就是现在中街 同时呢在方城内外还有许多行和市 这个他的建立呢是从清朝入关以后 这个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商业的发展 逐渐自然形成的 到清朝末年就是同志光绪年间 在方城内外一共应该有三十个左右的行和市 笼统地说呀 行和市都是集中出售某种商品的专业性的市场 但是要是细的说呢还有区别 所谓的行啊一般是这个出售这个耐用的日用品 比如说这个他的这个设置呢 一般都在四平街的左右 比如说这个中街旁边有木行 铜行 皮行 纸行 还有茶行 药行 还有故意行 故意就是旧衣服 这些是行 这个行的形式呢 是这个一般的都是固定的店铺 同类的店铺集中在一个活动里 过去叫什么木行活动 铜行活动 然后呢他们是全天的营业 既对市民也对这个各地的客商 这是行 那么市人呢 一般呢是这个在露天 它的位置啊在这个八门的内外 也就是过去叫城门脸 在这样的地方 他所这个卖的东西呢 基本上是承认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 比如说在沈阳有这个菜市 瓜果市 鸡鸭市 牛马市 牛马市是卖肉的啊 然后呢这是卖吃的的 还有呢 这个匹材市 酥该市 柴草市 焦杂市 就是卖煤炭的 这是燃料 烧柴 还有呢 石灰市和石头市 这是建筑材料 这些呢 都是老百姓日常生活必需的 这个市呢 它一般的 这个开的时间不是全天 主要是上午 就是类似我们现在的早市 过去沈阳有一句族字诗 说是小东关外 除以忙 百苏云集 上菜行 什么意思呢 就是沈阳的饭店的厨师 每天早上 到菜行去采购食材 这个 过去沈阳比较有名的行 是比较大的 是卖吃的的 就是这个 小东门外和小东门内 小东门内的渔行 占了路两边的四五个胡同 这个地方不仅卖 鱼虾肉这些生鲜 还卖了三针野味 这些狩猎得了制品 所以在这个临近年节的时候 也是热闹非凡 这些分布在方城内外的行和市 是沈阳市平街 商业金融中心的扩展和补充 同时呢 他也是直接为老沈阳城内的居民服务的 也成为呢 沈阳商业经济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听完了 同月老师讲解 老沈阳 我接下来就要给大家出题了 那今天的问题就是 老沈阳除了商业街以外 售卖食品和物品的地方叫做什么和什么呢 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 请将答案发送到辽宁卫视第一时间的微信公众账号 就有机会获得我手中现在拿的这本书 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百度聊和关东那些事 书中啊 以关东大地著名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为纲 用鲜活的语言讲述了许多鲜为人真的历史风云 如果您想拿到这本书 马上活动活动手指 开始答题吧 刚才了解了过去的沈阳 咱们再到现在的大连去看一看 赤马鸭是我国二级野生保护动物 它们对野外生存的环境呢 那是非常挑剔的 可是近日 大连森林动物园内的一处湖面上 竟然出现了一对赤马鸭 更让人欣喜的是 最近呢 这对情侣开始生儿育女 十一只萌萌的小赤马鸭 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 让附近的居民是欣喜不已 在大连森林动物园 白云艳水健身公园的湖面上 赤马鸭妈妈正带着她的孩儿们 在水中畅游觅食 而鸭爸爸则悠闲地站在墙头 给孩子们站岗放上 鸭爸鸭妈的羽毛 是顺滑靓丽的棕黄色 而这些小家伙们身上 附着的还是黑白相间的绒毛 萌萌的样子 非常招人喜爱 虽然这些小家伙们 出生还不到十天 但是他们游泳的速度 那是相当惊人 像是妈妈的小跟班 天天围在妈妈的左右 还不时地变换着队形 一会儿排成圆形 一会儿排成一字形 仿佛在表演水中芭蕾 这样和谐美好的场景 每天都会吸引很多游客 和摄影爱好者 每天的来都有一种什么 先数一下 少没少 就太小了 很担心他们有出现什么问题 每天来数一下 数完了十一只 就觉得特别好 觉得他们挺安全的 就每天就这样数着 一天一天数着 去年是十只 今年是十一只 小子 热心的市民告诉记者 从去年开始 他们就发现 赤芒鸭在这里安家繁殖了 到了冬天 就迁徙到别的地方去了 没想到 今年开春 他们又出现在这里 并再次繁殖了 十一只可爱的宝宝 一些摄影爱好者 还向我们透露 这里不光有野生的赤芒鸭 最近还出现了一些 难得一见的 野生翠鸟 蓝翡翠等 国家二级保护鸟类 我们现在很多市民 希望要帮助他们 希望说 觉得想投点石 其实我觉得 对于野生动物来说 最好的保护就是 不要去打扰它 因为毕竟它是野生动物 赤芒鸭它每年要前夕 前夕的路上 它还要觅食 还要躲避敌害 过多的人工干预 它对人类的戒心就没有了 这些野生鸟类的到来 给人们的生活 增添了很多乐趣 在我们感叹 生态环境变好的同时 也不要忘记 保护好这些珍贵的客人 用我们正确的行为 来让这里 成为他们永远的家 而不只是过客 除了远道而来的赤芒鸭 本地住户也让人惊叹不已 这个季节 大连正在被淮花的香气笼罩着 满树淮花香 槟城最芬芳 赏槐之余 您还可以通过味蕾 感受淮花香 高级红老人今年68岁 老家河北邯郸 2003年退休后 和家人一起搬到了大连 住在中山区月恒花园小区 享受田园生活 每年这个时候 他都会到小区后院 采摘槐花 为此他特意制作了一个工具 钩子是什么 我看您刚才自己做的 这拿这个胶带纸 把它包上 这是一个小空棍 把它塞进去 这是一个小破衣架 衣架坏了 就好拿它 高一点的槽 高一点的槐花 像这个 稍微高一点 往下放 稍微带一点 稍微大 大一点那个汁 不能把它折断了 别为了一时 那什么 想多摘点 把人汁都掐断 那不行 今天不能断 明年还有新的 一处处槐花 散发着沁人的忧香 半个多小时 老人已经采了 满满一兜 带到家里 是满屋子的这个味 所以我说 干这活特享受 他说 按照中医的吃法 槐花有凉血止血 清干泄热的功效 槐花饼 槐花糕 槐花饺子 都是槐花的吃法 槐花 面粉 加上鸡蛋 几分钟 一张色泽金黄 香飘丝溢的槐花饼 就做好了 吃完槐花饼 大家开始一起煲槐花饺子 味道挺好 有香 有槐花的香味 挺好的 现在物里都有香味了 现在物里都有槐花的香味 有成功 viel 你也年也年年会煲这个饺子吗 会 我们也多了 我们都会 我们净生达都和ossa 淮花盛开始 大家一起在淮花树下 打太极拳 别有一番味道 来大连这15年 也闻了15年的淮花香 带了 就是教了几百个学生 淮花也代表了我 晚年在大连的生活 因为这个淮花的这个白色 代表着一种 纯净平淡 这种感觉 给大家带来了健康和快乐 我自己呢 从中也得到了幸福和快乐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那最后呢 让我们一起欣赏周杰伦的新歌 不爱我就拉倒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第一时间 我是子涵 我是行进 第一时间明天见 明天见 我爱就要不要 爱的神秘不见吗 不想被逃劳 他都快跑 真理我好 你幸福就高 不得我才拉倒 我又不是没有那样 我又不是没有那样 相处啊 我又不是没有那样